周星驰拒绝王兴电影邀约 却因为大美女改变主意 一见钟情后竟然皮条客 把前女友送给富商卖了 还有谁 传闻当年在拍摄电影 百戏变星君之前 王兴就将自己的剧本 发给了周星驰 这也是他被周星驰量身定做的电影 可是却没有想到 周星驰根本就不愿意 对此剧进行拍摄 原因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他不想要再和王兴合作了 而且那会儿他呀已经另立门户了 可王兴此时却非常大方地表示 我跟你找来个美女一起拍 周星驰本来对此事是不屑一顾 可是却没有想到 王兴给他带来的人 竟然是孙家军这个大美女 传闻 当时周星驰对孙家军是一见钟情 马上答应和王兴一起拍摄此剧 不仅如此 剧中还有一个片段 是周星驰在喝过酒以后 需要把酒狠狠地撒在孙家军的脸上 孙家军本以为这是一个作戏的镜头 可是却没有想到 周星驰为了真实感 竟然真的撒了上去 事后呢 周星驰买了贵重的礼物 哄了孙家军好久 后来两个人也理所当然地走到了一起 但是没有想到 周星驰的这段感情仍然没有能够开花结果 更离谱的是 他竟然做起了女友和父上之间的比一条刻 传闻 在分手以后 他直接将孙家军介绍给了香港富少罗兆辉 罗兆辉对孙家军也是一切钟情 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不过随着罗兆辉的落寂 孙家军选择了跟他分手 两个人之间就再也没有了什么交集 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新闻以后 纷纷表示周星驰是一个太过无情的人了 在和孙家军分手以后 竟然直接将自己的前女友介绍给了其他的富商 这得多大的胸怀才能够做得到啊 也有人认为周星驰和孙家军当年 本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 所谓的为美女拍摄的确属实 但那个美女指的并不是孙家军 而是周音 因为当时的周星驰刚刚和周音这个大美女分手 随意之下他才接受了王星的邀请和他一起拍摄电影 而且周星驰呢也并不是什么大方的人 所以让他把自己的前女友介绍给别人 这种事情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大家认为周星驰真的给自己的前女友当了皮条客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